大家好,我是三喵鞋,乌梅上岗 之前我做过一期节目 讲到这个坦克当中的主动防御系统 然后有几个朋友在底下留言有人问 三喵,这个现代坦克在战场上的生存力比二战坦克如何 这个很难泛泛而论 你们比如说俄国坦克在一些战斗当中 渡河的时候您看多惨 在基辅北边被乌克兰军队炮击 您看多惨 在荒野地上被乌克兰军队排队直射铁明 您看多惨 那个生存力是什么样 我就不用说了吧 所以你看坦克的生存力 你得看哪国坦克 还有人会说 三喵鞋,现在坦克是不是没用了 我说不是这样的 然后那位朋友又说 现在除了当火把子还能干嘛 我说还是那句老话 你得看哪国坦克 您看着这个俄国坦克一个个载人航天脱帽之计 这不意味着坦克不行了 不然您也不会看到乌克兰一直在向西方呼吁要主战坦克 怎么着 乌克兰这些军人 泽连斯基难道傻吗 他们向西方要一些进攻的时候的火把子 他们向西方要一些进攻的时候一个个脱帽至今的东西 那不可能啊 对不对 之前徐某人发布了一个视频 乌克兰的一辆T72B1坦克 还不是这个很新的北约坦克 在一个钉字路口作战的时候 对着俄军的战壕就撵了过去 当时他的那个坦克兵通话里面的录音是怎么说来着 说如果这个战壕里面 俄国的这些士兵没有被我们肃清的话 会对步兵造成非常非常大的麻烦 怎么办 撵过去 然后把这些步兵给消灭掉 然后反复的撵压了好几回啊 然后徐某人的那个视频的后面一分多钟就给打码了 看这就是坦克在现代当中的作用 您绝对不能说它是没用的 坦克一开始就是为了突破倩豪而出现的 这样的倩豪请问啊 我们回顾一下坦克发展的历史吧 好吧 坦克这个词Tank本来就是水柜的意思嘛 是英国的一战的时候 大游民啊 那个马克几行坦克那种东西 为了野人耳目说这是水柜 那一战的倩豪如此发达 那么请问除了坦克之外 德军英军法军有中炮吗 有啊 只不过那个中炮没有制导功能 就是了吗 对不对 为什么中炮你不能把欠豪里的步兵给轰掉呢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 对不对 因为你的这个中炮你在后方 你轰击前方的时候步兵有各种各样的办法 比如反斜面 反斜面 对不对 我这个我躲在反斜面这个地方 我炮是打不到我的 你再比如说 我把这个坑道整个挖的很坚固 你这种炮是没有办法的 好 你炮弹你打了以后 你占领不了这个地方 只要我占领不了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人还活着 那好 你就永远不能来控制这里 对不对 你就打炮弹呗 对不对 那你看啊 现在的这个海马斯也好 包括这个空军也好 那不就相当于中炮这种远程投射火力吗 你包括当时那个凯撒四星榴弹炮 给那个罗格金啊 做了一个远程绝育手术啊 乌梅不要发走 不要发走啊 给这个罗格金做成一个远程绝育手术 直接把它变成了9900岁 但是这还是中炮 只要俄国人没死绝 只要半寿人没死绝 他们依然可以在乌克兰犯下重重的暴行 他们依然可以在这个乌克兰赖着不走 对不对 只有对这个地方彻底占领 才能够把战线往前推 那么坦克就不一样了 坦克的这个火力啊 坦克的这个火力比起这个火炮 还是要弱一些 来 这是二战时期德国的自行火炮 野风 他不是坦克 这是二战后期德国的主战场和黑豹 你看这个黑豹的管子比野风要细很多 看到了没有 野风是150毫米的榴弹炮 但是他是间接火力 他不能在前线 薄皮的 看到没有 随随便便就能被摧毁了 对不对 但是坦克不一样 他的这个装甲能够允许他在前线 有一个比较好的生存力 最典型的就比如说拯救大明瑞恩 那个里面 那个虎视坦克 不是被巴族卡打了一炮 没事 你别说虎视了 这玩意儿 二战前期德国的四号坦克 那炮更短更小 短管75毫米 L24口径 但是这个东西出现在前线 而且坦克有机动性 你躲在反斜面 没关系啊 我可以坦克这么绕过去 我开过去 真的就是 如果我们的坦克继续前进 那些躺臂当车的歹徒 对不对 然后坦克还有装甲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能为伴随步兵吸引不少的火力 对不对 这种情况下 把坦克开过去 才能够实实在在的占领 这个功能 从一战到二战到现在 都是一点都没有变的 二战的时候 德军闪击战是把坦克的机动性 发挥到了极致 而机动性就是说 我能够随时出现在一个地方 充当一个移动的火力点 对不对 那坦克世界那个游戏 也是大交叉火力 这个时候机动性强的这种轻弹中弹 也是很重要的 甚至很多人瞧不起的 二战日本坦克 对吧 那个也是有火力 有机动 相比于步兵 那也是一个很难啃的东西 我之前见过有些军事博主 那很瞧不起二战的日本坦克 英国的博文顿 有个日本的95轻战车 我见过有个军事博主 说95是毛皮大将 铁皮将是翠钢板 一拍 把手给拍疼了 那种所谓的翠钢板 在你的手面前 那也是 对不对 你的手在他面前 就是躺避当车的歹徒 对不对 这意味着什么 甚至日军的那种坦克 日军可以不用出动真坦克 他们在当年打马来亚的时候 把自行车 轮子 外面给拨了 对吧 然后 自行车 外面轮胎给拨了以后 整个的轮毂金属的压在地上 发出的那种声音 非常像坦克履在压在地上 那种吱嘎吱嘎的那种声音 就这 英国的军队在马来半岛 听到这种声音 吓得丢盔气甲 这个就是日军山下凤文那支部队 银轮部队 当时是有这么一个事情 您就可以想象步兵队坦克 那个怕到什么地步 有人说不对 三明 难道没有单兵反坦克武器 有 有是有 铁拳 二战德军的铁拳 那个生产数量很大 它打掉了不少的盟军和苏军坦克 妨碍到最后纳粹德国的败亡了吗 对不对 那么现在单兵反坦克武器也是有的 那俄国也有啊 对不对 妨碍到那辆乌克兰的坦克在战壕里面 反复碾压了吗 对不对 单兵反坦克武器是防卫坦克的 它能够扼制住坦克的进攻啊 但是这有一个前提 就是使用者要有非常严格的战场纪律 非常严格的大无畏的这样的牺牲的精神 而且要有组织良好的这种战术防御体系 没有这些单兵反坦克武器 它就是个废 对不对 你看俄国军队在那辆乌克兰去坦克面前 表现出那个样子 您还没有看得出来吗 对不对 这是第一 第二 乌克兰现在要干什么 乌克兰现在是要收复失地 对不对 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需要一些单兵反坦克武器 而且乌克兰的确有好多好多的勇士 对不对 他是这个以自己的血肉之躯 是挡住了俄国的进攻 但乌克兰现在要需要收复失地 收复失地的话 克里米亚现在是俄国的 务干斯克 顿尼斯克 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地方都是俄国战领赖着不走的 那你怎么办 你能指望乌克兰的那些勇士们 那些真的不怕面对俄国人的勇士们 好吧 你能指望着他们拿着单兵反坦克武器冲出战壕吗 那是要被机枪成军节被扫倒的 你能指望海马斯不断地向俄国阵地上去侵蟹弹药 然后这个地方就被乌克兰占领了吗 你能指望这样我不断地侵蟹弹药 弹药俄国人就被打光了吗 不行的 必须要彻底的占领 对不对 战暴可能会骗人 战线是不会骗人的 只有当战线不断不断地往这边在扩展的时候 那乌克兰才能够迎来最终的胜利 而这样的战线扩展靠的是什么 坦克攻城掠地这样的一个坦克 对不对 而坦克攻城掠地这种作用是其他的陆战装备 不能比你的 不管是自行火炮 不管是这种海马斯都不能比你的 甚至我说起难听点的话 哪怕就这种自行防空高射炮 把它放平了去打步鹰 那个打的效果 您可以去脑补一下 德国的现在的猎炮可以这么做 然后踏到前线去占领阵地 都比海马斯能够实在的达成战线 这样的一个突破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海湾战争的时候 美国的坦克是怎么用的 那个损失是什么 你再看伊拉克坦克的损失是什么 当时坦克是不是损失率很高 可能是 这是局限于苏俄坦克 有人说苏俄坦克 那个是红版的 这次俄罗斯的坦克 那你怎么说呢 这你总不能说是猴版的了吧 对不对 所以说不是这个坦克过时了 不是坦克不行了 是俄国的坦克不行了 对不对 您不能因为俄国的坦克不行了 您就说坦克不行了 就像您不能说国足 这个比赛提的那么差 您就得出结论 足球是一个不适合人类的运动 对不对 你看看阿根廷 你看看那个巴西 你看看什么那些足球强国 对不对 不能这么讲 这个类比 希望您能够明白 行 一点点小常识的科普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